有请经典传唱人阿云嘎 郑云龙 居宏川 高天鹤 新风美酒 抖石千 咸阳游侠 多少年 自古英雄 初少年 今天我们用歌声来传递古代游侠的少年义气 也唱出当代青年的责任担当 这个年轻人一到台上就是不一样 虽然已经观众们非常熟悉了 但是还是正儿八经的 每个人给大家介绍 大家好 我是青年歌剧演员高天鹤 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阿云嘎 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大家好 我是音乐剧演员郑云龙 大家好 我是音乐唱组人俊武川 你们现在这个组合有名字吗 我们这次的名字叫做东方四霞 这个是川子想了两个月想出来的 两个多月才想 人丝苦想 想了两个多月就想出东方四霞 你看这个台上这四位 品种都不一样的 我们这样我们让他们试试一下 好的 你们就知道 天鹤是假声男高音 就是他其实唱出来这种声音 有点像女中音到女高音的这样的音色 今天我想带来了一首也是诗词 就是阳关三碟 好 微城中云已清晨 口哨清静有苏心 全军更尽一杯酒 喜出阳关无辜 唇山 一丝尘 谢谢 好 这个是假身男高音 那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杆子 抒情男高音 你来一段什么呢 我来一段生命的故乡吧 好 来 我的生命 云与彩囊 苍茫草原上 苍天大地 是否能让我 再一次回到 故乡 故乡 我的生命 云与彩囊 苍茫草原上 苍天大地 是否能让我 再一次回到 故乡 故乡 我这边真有憋不住的观众啊 我这边真有憋不住的观众啊 这边就已经 就就 哎呀 好听 但是你说他这个声音 包括他这个唱法 其实是融会了 我们过去说的民族唱法 和美声唱法 沒錯 对对对 和美声唱法 戏剧男高音 我就唱唱几句 我已经主演一部音乐剧叫我唐吉赫德里面就我很喜欢的歌 好 然后正好也是少年四侠嘛 也是 看唐吉赫德也是一个游侠骑士 那我就唱几句给大家不会成真的梦 甘以此生 求索那颗心 管他征途遥远 道路多陷阱 为人意而战 何须愁愁不定 哪怕面前十万丈先锋 也自阔不前行 我若能 为这光辉使命 穷尽一生追寻 多年后 多年后 不同的音色的和音质的 所以这个一个是有抒情性 一个是力量型的 接下来 接下来川子 南中英 川子是个特别好的创作型的歌手 他的能力非常强 所以你现在给他出个题 他马上就要给你创作出来 马上就唱出来 本事 是吧 那这样吧 这个李白呢 有一首诗 叫《宋友人》 咱根据这诗呢 即兴地创作一下 好不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走 快点 走 我可以走 走 快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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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深恨背过 白雪绕东城 此地以为别 故朋万里争 拂音有此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自取 小小半马铃 情深恨背过 白雪绕东城 此地以为别 故朋万里争 拂音有此意 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自取 小小半马铃 挥手自自取 小小半马铃 挥手自取 小小半马铃 就是唱到最后 所有人都能够加入进来 今天既然是唱少年型 而且给自己起了一个名字 叫东方四霞 我特别想知道 你们在唱这首诗词的时候 自己有没有感觉 自己和诗词当中的哪一句 或者描写的哪一个场景 是最契合的 其实我最喜欢的一句 就是纵死游文峡谷香 其实作为我们青年歌唱演员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从事的音乐剧也好 歌剧也好 都是一个 其实不见得能看到很多光亮 很多未来的一个道路 尤其是我 我唱这么一个少数人 才能做到的声部 然后没有很多人听过 也没有很多人去了解 其实这种理想主义者的精神 正是我们所需要的 去做可能你这一辈子 都完成不了的梦 这就是我们理想主义者 优侠精神 所以让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份欣赏 来共同期待东方四霞 带给我们的经典传唱时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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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经典传唱人高听贺 我们把《少年行》唱给你听 不问归来路 不问明日光 且听不阵阵 人瞎呼 染一场 新月斑见美 风吹时歌唱 与何同情无酒有 只因黄昏荡平家 我当孤父春花暖 我心少年好时光 可知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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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风美酒走时前 现阳又下多少年 相逢一起为君营 喜马高楼坠流遍 出生之伴亦琳琳琅 出水飘机占鱼芽 树枝不香便听哭 从此又闻下故乡 一生能播两雕风 如今千种只似乌 偏坐静暗调伴 纷纷射沙沙无缠鱼 新风美酒走时前 现阳又下多少年 相逢一起为君营 喜马高楼坠流遍 出生之伴云 出生之伴云琳琳琅 从水飘机占鱼芽 终止不香便听哭 从此又闻下故乡 从前勇往下谷笑 好 下次把热热掌声 送给今年传唱人东方季侠 就是这个表演 真的是侠气万丈 我很着迷 如果你有心要成为一个侠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侠 是我在看你们的作品 时候的感受 真的少年可期 谢谢 对他们特别满意 大家知道唱四重唱 其实很难的 你们和声的气场 已经体现出你们身上那种 一往无前那种侠气 他们这四个人 就是唱了王维的《少年行》 三首这一组诗 因为以往在人们的心目当中 王维不是个游侠儿 王维是个山水田园师 但是这个《少年行》 让我们看到王维躁动的一面 躁动 嗨起来 用四川话来就是 凶用气 就是在唐代 侠风盛行 所以到了王维这个地方 虽然后来中年以后 也是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启石了 但是在年轻的时候 那也是有壮志 会耍刀 会武剑的人 所以这写的是一个常态 你像他这说 熟知不相鞭亭鼓 纵死油闻 峡谷香 死都不足惜 我死了 峡谷是香的 这个话李白也讲过 李白说 纵死峡谷香 不残世上鹰 我只要能做英雄 死了也值 我觉得他们今天唱这歌 有的最大好处是 年龄比较相仿佛 长相的也比较接近 表现出来的气质 就是手里少了把剑 每人手里只有一麦克风 他们的嗓子 就是当年的剑 他们也有背负的 使命和责任 就是要把音乐剧 歌剧 让更多的人去接受 音乐界的侠士 也影响了很多的青少年 他们也是侠 乐侠 音乐的乐 乐侠 乐侠四少 这个名字比东方四少好听多了 你们四位 现在也有在当下的 一个侠气的梦想 就是要把音乐剧 把歌剧 让更多更多的人去熟知 去走进剧院去欣赏 所以这样舞台上 会觉得使命更大了吗 使命感是 从我们从事这个职业 就开始要形成的一个 内心的想法 做好每一次自己 做好每一次演出 给大家看 所以今天 谢谢东方四少 给我们带来一句翻译演艺 接下来 请开启你们的分享 声道 我是经典传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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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天鹤 如果您喜欢我们这首 少年行 请和我们一起 分享诗词 传唱经典 如果您喜欢这首作品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给我们一起 分享诗词传唱经典 清欢了 谢谢 谢谢